美国总统拜登在美东时间22号举办盛大的晚宴 款待印度总理莫迪 受邀的嘉宾除了包含双方政府高官 像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夫妇 国防部长奥斯丁 科技界大佬如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 还有谷歌姆公司的执行长皮茶医 都是与会者 印度总理莫迪这周第一次以国事访问的名义 也就是外交最高规格访问华府 白宫也铺上红地毯迎接贵客 拜登和莫迪闭门会谈之后发表联合声明 指出东海和南海的紧张情势升高 警告破坏稳定的举动 尽管官方声明没有直接批评北京 但外界解读都在影射中国政府 莫迪这次访问也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指出印太地区正乌云笼罩 而印度很快将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而莫迪这次的美国行跟地主国达成一系列协议 其中最史无前例的就是美国奇异公司将技术移转 跟印度共同生产战机涡轮 美国也将加入莫迪提出的印太海洋倡议 印度也允许美国军舰在印度船厂维修 两国也宣布成立印美防卫加速生态体系 加强双方国防领域合作 种种成果都显示美印关系更上一层楼 华氏新闻综合报道 嗨 我是盈彤 记得订阅华氏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 站起来